由華人富二代組建的 男家高端私人俱樂部《生而不凡》 之前因為在好萊塢明星聚集的 俱樂部舉辦豪華派對而受到關注 現實中的白富美 高富帥 在人們的視野中上演著都市青春劇 而光環的背後 他們對富二代的身份有著自己的理解 現在就讓我們帶您走進《生而不凡》 了解這個特別的團體 你去餐廳不用預定 去看表演 去看比賽 你永遠做第一排 會一起開一些項目 比如說經常 就比如說這邊要開一個酒店 然後我們要不要一起投資一下 或者說什麼 他們年紀輕輕 出入奢華派對 乘私人飛機 坐庸豪宅 人們稱他們為富二代 只是你認為他要的他都有的 因為他有的是你要的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富二代 在真正想要的 今天我們的主人公Rudy 就帶我們來聽聽富二代的想法 洛神基就有這樣一個 被稱為富二代的組織 Prime Union 《生而不凡》 《生而不凡》的意義是 You are born differently in your blood 這句話的意思 原來我們想的是說 作為一個炎黃子分 你在不一樣的土地上 你應該感受到自己的生而不凡 他們目睹了華人在美國被歧視的現象 於是萌生了一個想法 我們也可以在美國有自己一份天下 讓所有的華人至少是留學生 可以感覺到一種歸屬感 於是《生而不凡》的會員們 一起坐私人直升飛機去拉斯維加斯 在比佛利豪宅 穆荷蘭道城堡 甚至好萊塢明星 偏愛的豪華夜店洛爾 舉辦大型派對 那你還是會有很多現實中的問題 感情問題 每個人都會有感情問題 身老病 身病 你父母的一些家庭問題 還有 當然有的人特權可能不用吃法單 那你如果是正常人 你開再好的車 你也會吃法單 在我們眼中 他們是富二代 而他們卻說沒有富二代把自己當作富二代 你 包括我 我也會認為 有很多人基於比我好 有很多人 比爾蓋斯他爸媽是IBM的 然後他的風頭 第一個星期就拿到了很多錢 這些都是當然確實是外在因素 但這樣又怎麼樣呢 這能阻止你努力嗎 如迪表示 有些富二代付出著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但大家看到的只會是說 你父輩給你的條件 你比如說考上了USC 你考上了斯坦夫 但很多人就會認為 這大部分肯定都是你父母的功能 你父母首先很 也許富二代想要的 是超越他們父母的成就 如果你在比如說一兩年前問我 我肯定會說我一定要超越他們 我認為這就是我人生最大目標 就是證明給父母看 我已經超越你們 讓社會知道你們是我的父母 而不是說我是你們的孩子 然而父母的光環太大 讓富二代的心裡壓力重重 因為富二代官二代這個二字 強調的就是說你不是主角 你只是誰誰誰的一個兒子 誰誰的一個孫子 那對他自身的一個社會認可上 就是非常一個缺乏東西 而且越是缺乏的人 他越會需要去用物質上的東西 或者說用他獲取更多特權 來彌補他的這個空洞 一些人仍在通過炫富 來彌補自己的空虛 而另外一些人在為得到認可 而繼續奮鬥著 我的目標是對自己有更多認識 對自己能力有更多的提高 我自己對自己能產生更多的認可 你自己對自己的認可 還是得通過做自己真正內心中 想做的一些事情 才能得到自己的一些認可 就比方說我們剛剛說 改變華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 在富二代眼中 他和平凡人沒有什麼不同 至於他們將何去何從 又是否真的會生而不凡 還要他們自己去證明 羅城十八台記者 晨晨 孫孟一採訪報導